阿帕西贵妇团事件 连民主阿基斯也说话了 今天阿基斯出席饭店活动的时候 发言力挺李庆荣 他要社会大众不要仇富 还说大家去庙里拜拜 就是为了求富贵 如果仇富的话 富贵之气就离大家越来越远 他还说不知道能给李庆荣什么建议 就想亲自煮菜给李庆荣吃 民主阿基斯9号早上出席了 知名饭店的新菜发表会 和泰国主厨一起煮咖喱 聊到最近火红的阿帕西贵妇团 阿基斯自爆过去他常常 和李庆荣一起出席代言场合 两个人其实很麻吉 心疼李庆荣这阵子承受的压力 肥强大 阿基斯还说他想亲自煮咖喱 给李庆荣吃 更高分被喊话 要社会大众不要仇富 不必嫌力挺好友 在阿帕西贵妇团的风头上 阿基斯语出惊人 话一出口引起正反不同的评价 有网友批评他根本状况外 也有人说光好你的舌头 不要滑进去就好 显然在讽刺摩铁事件 阿基斯想替好友说话 殊不知却换来火上加油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 一直在发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